大家好 我是赵吹吹 欢迎在礼拜六的晚上和我们一起 以礼服人 谁能想到啊 陈建斌居然油腻了 话说最近有部国产剧 有着陈建斌和潘远明的收视质量双保险 却拿下了3.3的豆瓣评分 光看剧名就感觉要扑 爱我就别想太多 两大影帝级人物居然演起了无脑爱情剧 看完我整个人都烈了 陈建斌饰演的男主角 是个身价几十亿 登上过福布斯榜的成功企业家 然而她的一系列操作 简直比爆发户还要迷幻 大令未婚的她 半夜梦见女友拿自己当ATM 吓得立马要替分手 女友呢 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爱 压唧跳楼了 虽然跳了个寂寞 身上一点血都没有 但还是唬住了纵魂商场几十年的男主 他感动得一塌糊涂 马上张罗结婚 连婚级协议都不签了 结婚这天 穿着穷酸的礼服 站在寒酸的礼堂 男主突然发现女友跳楼 就是一场骗婚的把戏 于是一堂堂董事长 当着众多宾客的面 直接撒样子跑了 他一路跑进了 女主兼职的小酒吧喝门酒 就此拉开了新恋情的剧目 你没看错 70年出称的陈建兵 和90年的李怡童 演情侣 还有吻西游卿 男主扮起了穷人 假装自己是个包子店老板 子郎 那年信花威语 你说自己是果郡王 现在又来玩这招 他前脚还那么厌恶败景女 后脚却欣然答应女主 假扮她的千万富豪男友 还在女主的同学会上 夸下海口 老周 我想从你那儿买个游轮 就是坐三千人的那种 行啊 你买的话 二十一内保准拿下 你总装开窍了 郑小船 我保证你赔不了 死鬼 一个真敢说 一个真敢信 老树开花的男主陷得很深 郑和真监会的领导谈上市呢 突然就跑了 只为寻找女主送的小唇膏 找到了还美滋滋的图上 叼唧叼唧嘴 我当时的心情啊 你神经病啊 这是满地找口红的 男主说了 我俩那是真心知己 我直接替你说了吧 你就是看上人家了 女主呢 自认为是个有原则的外经女 不仅要钱还要爱情 所以她嫌弃半身包子店老板的男主 又穷又老又土 婉拒追求 男主失了魂 公司合同也不看了 整天拿着认诚高读物私人 后来她又时乐志 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到处装穷搭讪 期待着转角遇到爱 跟着阿姨们蹦打广场舞 眼里还全场扫描 往来的年轻小姑娘 逮着一个就往上扑 结果被人当色狼 送橘子里去了 这竟然是大公司董事长 你敢信 连陈建彬自己都说 我饰演的这个角色 会让大家觉得 他不可能获得这么多财富 他后来自己又着不说 这个角色恰恰就获得了财富 靠的是淳朴善良 陈老师你清醒一点 如果淳朴善良就能致富 纳路这么淳朴善良 都我为啥还在这里录视频 说起来 有些国产区里的富人 脑回路好像都不是 我们这些穷人能理解的呢 守护利人 剧组好像深怕观众 不知道女主家里有多好 但她走哪都带着 咛咛咛大水钻 包包想钻 鞋子想钻 手机壳想钻 就连车子都镶满了钻 这么闪的女主 那怎么能少得了娇皮大衣呢 世权黄绿的亲男子 极其七色他都可以召唤神龙啊 整部剧里的其他人 仿佛掉入了大眼缸 花花绿绿闪下狗眼 对不起 有钱人的审美我真的不懂 一起来看雷震宇的慕容云海 就清明多了 虽然他仍然有着 有钱人的狂拽酷炫 有钱长得算是我的错吗 但绝对是最追求性价比的才发二代 飙车瘸了一条腿 还有主拐账从医院跑出来 就为了一堵 Perfect Customer Made的新车 上汽名爵MG3 SW的风采 这辆好车 08年拍摄时 顶配售价高达10.98万元 其实QQ申请出战呢 这车让F4全员都爱不失手 还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飙车大赛 一次次油门的哄响声 让F4显得格外接地气 还有最著名的美特斯邦威变身事件 平民女孩出一群 被富二代端木雷带去美特斯邦威 逛了一圈之后 出一群不认识自己了 端木 他带我去了美特斯邦威 挑了很多衣服和鞋 照镜子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里面那个女孩子是什么 观众笑得看了看 手里美特斯邦威的标牌 不对啊 这价格当初我是全款拿下的呀 到了2018年的流星花园 道明四家的财产又缩水了 为了让山彩跟自己交往 他拿出了一系列充满诱惑的条件 我一个星期可以来接你一次上学放学 上课的时候给你送好吃的零食 并一样 你学院上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教你 你过生日我们去全上海最好的餐厅吃饭 打游戏我可以进我所能的住你 金币还有财榜 每年出去旅游一次 当然 手机坏了立马就可以换新了 你应该感觉很开心吧 你应该感觉很开心吧 自卫兄台莫非你是小学生 你这个大奖是我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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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把我造什么呀 明明台本的道明四还在买巴黎铁塔呀 我可以每个月给你十万 我可以给你一张买铁塔 我先来做水里刷 每天我三次接送 我家伙都会可以水里用 我可以给你好好玩生婆 这个世界道明四全买不到东西 但我高兴 我离巴黎铁都可以买给你 那2018版的山菜拒绝道明四 绝对是因为开的条件太low了吧 刚刚还给自己出了200万欢乐逗的我 那过得比道明四的女人还优越 漂亮漂亮 花子泪心中的白月光 腾堂静富贵女神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当她从豪华四肠中拿出那双松高鞋的时候 不仅山菜杀了 观众也杀了 没想到日韩台版林里女孩们直呼梦幻的水晶高跟鞋 摇身一变成了某个宝宝款 不知道提示她的富二代女神学姐 是如何自信的把那句鸡汤台词说出口的 每个女孩都应该有身好的鞋 因为好的鞋 会带你去美好的地方 到底是啥美好的地方需要穿松高鞋到达呢 等山菜换上富贵鞋子送的衣服后 我知道了 美好就在阿依莲 珊珊来了 男主对女主的宠爱更是到达了巅峰 我让所有人知道这个鱼汤被你承包了 原来富人过的都是这种生活吗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但是穷人生活我就发音权了 现在国产剧里根本没有穷人 天秘暴击 男主妈妈离家爸爸去世 不得不和一对龙峰台币妹相依为命 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男主打工 所以三个人一开始在澳门不得不住上了这么普通的房子 为了读书回到内地又租了一套两世的老旧房 不仅有小院子还是学区房 没有秘密的你 女主没有什么能力还面临失业 快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生活太难了 女主选择先回自己的大房子 在大浴缸里洗个澡 我的真朋友里的一幕 女主是个房地产公司的销售菜鸟 月薪2000多 信用卡还欠了5000多 那放在普通人身上到了这种程度 头都要吐了 女主却一点也不着急 悠哉悠哉住在上海一套金庄仪式一厅里 每天一门心思谈恋爱 毫无生活的紧迫感 恋爱先生 女主在比利时活不下去 选择回国 瞬间就遇上了一个执意送房子的总裁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想尽快帮你解决房子上给你带来的麻烦 那先生 这边还有个扶贫项目推荐给您呢 户票外地狗嗷嗷待步 有信息扶一扶吗 女主在北京找到工作了 试用期工资八千转占一万五 那她是怎么生活的呢 飞机升舱要一万块 升 一万二半卡看牙 班 伊朗凯迪拉克首付才十四万 划算 虽然我一年只赚十来万 但我能花二三十万啊 过程距离没有经济失误的大学生呢 住的宿舍都又宽敞又明亮 不仅有沙发和小客厅 还能养蜥蜴当宠物 我就想问问大家 你们谁住过这样的宿舍 到最后 但凡出现一个稍微写实一点的学生宿舍 弹幕就会飘过一个好评 兄弟姐妹们 先把辛酸打在电瓶上 现在的国产剧啊 大学生活得像白领 白领向中产 中产就直接可以当财阀了 看完我就感觉自个儿就像路边要饭的 观众不仅毫无代入感 反而尬得原地起飞 用脚都能抠出一座读动别野 这些不是人间烟火的编剧 都是M787云来的吗 影视行业是越来越火热了 说两个权威智库的数据吓一下你 惊喜2012年 我国生产完成并且获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 就已经超过了一万几 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基于这个数 最多的时候一年能做一万五千几 但是每年 你能说得上名字的剧能有多少呢 好剧又有多少呢 当然也不是所有剧都这么合不识肉迷 口碑神剧隐秘的角落 为了还原剧本中2005年的小城寧州 剧组跑到了广东湛江的赤坎老街 砖块落落的旧房 挤挤挨挨的天台 墙皮掉落的老街 塞到孩子手里的皱皱巴巴的几十万生活费 把小镇奏底下猪朝阳和黎姨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辛生活 刻画的很是真实 对比之下 做水产生意的猪妇和小妈 在窗名激进的小楼里 吃饭下馆子 购物却大商场 不看价格就付款 小老板的中产生活过得有滋有倍 这样的剧本才令人幸福啊 而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雷剧 却大多给人一种编剧不知民间疾苦的感觉 行业规模扩大了 相对于导演摄影后期这些技术版卫来说 编剧的门槛要听得多 夸张一点会用智能ABC就行 所以编剧的数量乌乌乌的剧增 却混进了不少张三李四 写出来的东西不三不四 对于片方呢 原创剧本创作周期长投资风险大 远远不如省时省力还保证赚钱的IP流量来得像 如此一来 他们动辄要求缩短制作周期压缩制作成本 拍完一步好赶紧拍下一步 一起来看雷震宇的编剧汪海玲 都说过一些行业现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电视剧 一集要七到十五天 如今倒好 赫丽华亭新神雕之类的古装剧算麻烦的三四天拍一集 都市剧厉害了一两天就能出一集 早一天拍完就省一天的钱嘛 然而打磨剧本是需要时间的 咱看看国往今来的高分剧啊 长安十二十三第一集 四十四分钟的剧情 编剧愣是花了四个月写了二十三个版本 人民的名义小说写写天天折腾了六年 改成剧本又敲换六个键盘 老三国演义 有老罗的原著放那随便抄 六个编剧同时写 还写了一年多 可是处于现在的快节奏中 那些本来就不专业的编剧自然也上赶着粗制烂造脱空减料 专业的编剧则新知肚明新回忆了 我花几年心血写一个原创 投资都不一定拿得到 苦干了还不行嘛 还有一些编剧心里苦啊 上面我们提到的2018流星花园 编剧方会在被一通吐槽后回应说 不准炫富 不准提前 不准有贫富差距 不准霸凌 不准打架 编剧们尽力了 再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有些国产剧的成片改到最后 连编剧自己都不认识 这是因为呢 非一线的国内编剧基本没有话语权 大家有追欧美日韩剧的可能知道 他们喜欢采用编写编拍的制作模式 编剧不要太重要啊 那随时根据外界反馈调整剧本 烂尾就会被唾沫淹死 严重点这剧可能就没了 当年口碑爆棚如老友记 那野生剧乔一收拾不如人意 那还不是说腰斩就腰斩 但国内不一样 是先写后拍 制作一部剧 一般分为前期投资立项 中期拍摄 后期剪辑这三个清晰的步骤 编辑大多只是冲在最前面 处于最底层的炮灰 只要在前期与制片方协调好剧本 定稿后女交过去就杀青了 中期和后期是不会让你过多参与的 虽然你可能是上亿大制作的堂堂编剧 但你进不了片场 看不到剪辑 但凡我的剧本不满意的地方 导演演员直接就给改了 谁还来问你呢 2018年 UI团三大视频平台还发了联合倡议 抵制真番位改剧本 输入的演员 为了增加戏份随意胡改 甚至影响到了成片的剧情逻辑 正如人演霍去病的时候 认为民族英雄霍去病 天生战神的设定 令他无法性贼 因此导演张健也就是他爸 大笔一辉 强行让霍去病在做将军之前 先去编赛当了几年小兵 这事被报道以后遭到了历史迷的强烈批评 直到现在这篇也没播出来 翟天林也曾亲口承认 他在《蓝灵王》的拍摄过程中修改了剧本 刚拿到角色时戏份只有成片的二分之一 于是他立刻给剧组交了一份修改大纲 孙剧组当时拒绝加戏 但最后翟天林的角色还是从反恩号变成了反一号 这终于改剧本的还有一个重要实力 《紫芳》 2018年 《香蜜沉沉进入双》的编剧被粉丝骂得听彩 因为剧情后段严重注水 给肝配角疯狂加戏 有一集男女主的戏加起来还不到三分钟 结果编剧张燕昂说 我也恨无辜啊 我明明只写了43集 拨出来才知道被制片方换水到63集 抬头录陈篇的署名也变了 制片方变成了总编剧 什么责编策划都排在他的前面 而他编剧团队里的其他成员 那压根就没排上片头 《国产剧魔改缘剧本》 只有极少数情况是出于艺术角族的考虑 基本都是资方导演演员 只顾自己爽 那观众嘛随便敷衍就行了 但现在观众越来越不好糊弄了 影视业者就开始组团哭诉 行业寒冬 那到底为什么寒冬 你们心里难道没点数吗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国产剧雷点之大》一期一专不下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小号 XE李夫人哈哈 那里还会有一些短小轻盼的吐槽 我们的目标是 在大号座低调朴素的慕容云海 在小号座狂拽酷炫的厨语学 第一 我不是骗人 我是真的会跟 第二 我不叫魏 我叫李夫人 第三 请你们都来关注我 不然你们还会凑过很多主播的 抽风撒雕日常哦 别忘了一线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